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8日在深圳市 召集部分房地產開發商和銀行開會 與會者包括中國萬科、介紹集團、卓越集團 平安銀行、中信銀行、中國建設銀行 華運信託和南方基金等 早在8日當日 網上就流傳出 疑似這次座談會的會議記錄摘要 內容和路透社報導的吻合 摘要顯示 介紹業代表在會上表示 該公司現金流已經非常緊張 徹底喪失投資能力 以2個月銷售額出現插水式下跌 必須減價促銷等 如果沒有外界幫助 介紹業最後只能停工難尾 引起後續連鎖反應 蔡越代表表示 該公司已經沒有能力參加二、三批次的土地拍賣 而且全行業都已經失去這種能力 南方基金代表說 明年第一季度是還債小高峰 美元債務違約風險更大 債務危機有排未結束 中信銀行代表表示 開發商現金流近乎枯竭 明年情況會越來越難 如果不能恢復行業信心 可能會養成系統性風險 萬科代表雖然聲稱財務穩健 但是也自爆 9月和10月銷售暴跌 下滑程度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 其中多家開發商和金融機構都提到 建議當局暫緩或減收房產稅 以免加重房地產業危機 會議記錄摘要沒有出現 總部位於深圳的房企巨頭恆大集團 過去幾十年來 中共政府支撐房地產畸形發展 不斷摧大房地產泡沫 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 房地產爆雷的風險越來越大